《天氣報告》 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《天氣報告》 我是楊威龍 香港今天受到潮濕的偏東氣流影響 雲糧比較多一些 下午在維港網上 看到今天都是以多人為主 但部分時間天色都比較明朗 所以看到很多地方的最高氣溫 都上升到25度左右 但是下午部分地區的能見度 就較為低一些 譬如橫蘭島 好 下午的能見度曾經降落到3000米以下 轉過來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一直廣闊的雲帶 今天覆蓋著珠光厚一帶 以及廣東沿岸地區 而我們預測到明天的時候 較為涼的偏東氣流會影響我們 所以今晚和明天的詳細天氣預測 會是大致多雲 以及有一兩陣的微雨 今晚和明早 部分地區的能見度是頗低的 氣溫介乎在18至21度之間 風方面是吹和緩的偏東風 明天稍後風勢清淨 我們預計一度冷風會在星期四的時候 抵達華南沿岸地區 接下來的時候 那區的天氣會變得相當清涼 所以我們展望了 去到星期四的時候會有幾陣雨 稍後氣溫會顯著下降 去到星期五早上天氣會是相當清涼的 所以接下來幾天大家出門的時候 最好都是穿多件衣服 注意保暖 今節的天氣就講到這裡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 再見